数据时代的来龙将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行业的革新思维的转变 创新的驱动 开启了人类新一轮的进化 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延伸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这个时代会对人类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它将战胜我们过往的经验 颠覆我们传统的思维 引发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周涛教授 一直在思考用数据去解决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 看上去像个学生的周涛 自小就是个天才少年 他15岁就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 少年班里的同学都非常聪明 但在他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人 因为沉迷于电子游戏而没能毕业 而一位老师要在众多的学生中 发现有人沉迷于电子游戏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我们用人和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 学生多少会有一些心理的防备 所以他告诉你的信息固然重要 但是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 很多学生平常看不出有问题 凭着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也能通过考试 但是打游戏的时间一长 到了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 就会出现多门考试挂科的情况 到了这个时候 老师才发现学生不能毕业 往往早已经于事无补 校园里面学生生活 学习的点点滴滴 都被数据记录下来了 我们既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上课 选了什么课 知道他借过什么书 考试成绩多少 我们甚至还知道他什么时候洗澡 什么时候吃早餐 什么时候进出图书馆 什么时候进出寝室 这些数据汇成了我们对学生的画像 每年一个学生 平均有1万多个数据足印被记录下来 学工部 教务部 研究生院 等几十个部门的85类学生数据 两万名学生的基本信息 历年成绩 选课记录 刷卡记录 所有线上和线下数据 都被集中到了一个教育大数据平台上 周桃要尝试通过这些数据 来发现哪些学生可能沉迷于网络游戏 对于我们做大数据分析的人来说 我们有一个信念 就是这些点点地地的行为数据 重绘在一起 可以在线一个人的所有真实面貌 而大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 因为每个大学生 他90%的学习和工作都在这个校园里面 所以我们认为大学校园 是大数据分析一个绝美的实验场 学校里学生的各种行为 都被一张学生卡记录了下来 这里面存储每名学生消费信息 出入各种场所的时间 洗澡和打水的记录 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等等 而且这些数据 还和学生的基本信息 和学习成绩 打通在一个平台上 那么到底是哪种数据 才有可能和爱打游戏的学生 有关联呢 这小小一张卡 记录了一个学生 所有进出寝室的数据 包括他什么时候进寝室 什么时候出寝室 在寝室里待着多久 因此通过这些数据分析 我们很容易了解 一个学生的生活工作习惯 也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 喜欢宅在寝室的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周涛发现 利用学生在寝室的作息时间 就可以判断出 这名学生是不是一名游戏达人 一个学习生活比较规律的人 他会在比较规律的时间 进出图书馆上自习 几乎在所有有课的时候 他都会去教学楼 那么我们如果把他留在寝室里面的所有时间 看成一个序列的话 那么所有的周末和所有的工作日的序列 他分别都是很有序的 但是一个爱打游戏的学生 很少去图书馆 经常不去教学楼 即便他有课 他在寝室里面 因为晚上打游戏很晚 所以他白天很多时候都宅在寝室里面 不出来 他也不去吃早餐 通过比较同学们出入寝室的时间数据 可以清晰地区分 同一专业学习成绩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周涛判断 这位老莫就是一名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同学 这名学生代表了一类游戏达人的生活轨迹 其实他们的生活非常规律 他早上不出寝室 下午也不出寝室 一直待在寝室里打游戏 只有中午出去一下 恐怕是饿得受不了了 去食堂吃个饭 而周末他们总是晚上出去通宵上网 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只凭一种简单的数据 就解决困扰老师很久的问题 这个数据量既不大 也不复杂 只需要转化一下思维 就能解决问题 通过学生的行为分析 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我们发现在校园里面 经常去图书馆去的多的人 他成绩好 在教学楼经常进出打水的人 往往成绩好 经常宅在寝室里面的人 成绩往往不好 实际上通过等等这些发现 我们还能把一些看起来无关的东西 和成绩牵连起来 除了这些有趣的例子 还可以通过数据 洞察学生的心理问题 周涛发现 通过分析饭卡消费的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里 有八百多名学生 从来不和别人一起吃饭 这些同学表现出 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倾向 我们可以去发现学生的心理状况 去看学生存不存在 社会交际的障碍 从而去为一些 可能有潜在心理危机的学生 提前做好干预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发现 一个学生有没有可能 沉迷网络游戏 我们去预测他的成绩 提前发现沉迷网络游戏的风险 然后也能提前进行干预 我们还能预测 学生的毕业去向 从而更早地制定 针对这个学生的教育计划 学校教育数据 实际上是一个人从小到大 生命周期数据中 不可缺失的一环 可以让我们去发现 什么样的校园习惯 什么样的学习习惯 读什么样的书 对一名学生的成长 是最有利的 那么蔚蕾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形态 观念形态 生活方式 都会被数据所改变 那么我们会思考 不一样的人生 比如说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它到底是物质的 还是信息 数据的 那么我们会有一种 完全不同的伦理体系 因为我们的 个人的数据 我们社会的数据 会变得透明 会变得公开 我们必须得适应 在一种充满数据 而隐私变得细胞的世界中生活 大数据带给我们的 大数据带给我们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进步 而是从思维深处的变革 我们开始以一种定量的方法 来检验我们的生活 用一种透明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 当每一个人都敞开自己世界的同时 零和一的世界也会赋予给每个人能量 随着这样的计算智能 向全社会的开放 我认为它背后带来的 实际上是人的智能的一次大解放 也是创新能力的一次大解放 它使得我们一个普通人 在不依赖于任何条件下 我也可以从事研究 这种东西有可能改变 我们科学教育的格局 使得科学和教育的资源 在这种技术力量的充沛 充沛下更优化的配置 也使得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真正愿意做事情的人 他能够花更小的成本 更少的时间就登上成功的巅峰 在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 充满数据的环境 新一轮的进化已经开启 数据对传媒广告的变革 在前一幕话中进行着 从直至媒体到广播 电视 互联网 关键字 百多年来 广告产业已经经历了数次革命 这次数据要引领广告 跳入精准营销的世界 数据时代的来路 将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行业的革新 思维的转变 创新的驱动 开启了人类新一轮的进化 最近的一次广告业的变革出现 是互联网搜索结果的竞价广告 当消费者在互联网上 搜寻某个关键字时 他的心中往往已经有了 某种程度的购买意图 所以购买关键字广告 是在已经有了购买意图的前提下 去拦截需求 获取该张订单 关键字广告非常成功 但他真正取代的 比较像是百货公司一楼的询问台 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 直到原生广告的出现 才真正威胁到了 传统的广播和电视 这类广告媒体的霸主地位 我们在平时出网的过程中 往往没有表达任何购买意图 但是现在原生广告 可以通过用户使用行为 进行广告推送 这是通过积累 我们每次点击产生的数据 进行判断 基于用户的兴趣需求 从互动中增加好感 提升购买意图 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广告 是通过自己本人的行为 推送给自己的 而每个人享受的 都是一份专属的私人定制推送 然后你看着各种新奇的东西 觉得挺爽的 但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一条 几个告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广告 但你用着用着 可能过了两三年 发现这种感觉越来越弱了 到现在有很多动图 你会发现 这个广告不见了 但实际上 你会发现 还是有很多在里面的 我举个例子 我前两天刚坐了一次飞机 然后航班晚点了 结果你发现这个信息流里边就多了这么一个航空公司的广告 然后它会告诉你哪个飞机的航线 前去航班有没有到 然后 这个东西我感兴趣 结果这上面有个安装按钮 你这么着一点 它自动跳转到运用中心去了 然后你就可以下载这一条 然后直接 以后就不用怕这个航班晚点了 其实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有一些是品牌类的 有一些是像这种明星 有一些是名人 然后为了让你去follow它 所以你现在发现 就是 整个整合的这条流越来越有意思 都是我感兴趣的 随着时间的积累 我们被自身产生的数据所包围 每个真实的印记都会凝成本人的属性 数据将会比每个人更了解我们自己 这也是大数据神奇的地方 每时每刻 它都在飞速地迭代 一转眼我们就要被带进精准营销的时代 有些人可能会抗拒这些转变 但对创业者来说 转变往往代表了新的机会 而这股新的力量 也会让延续了上千年的古老行业 更新理念 朱一峰三十年前就开始从事远洋渔业工作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总指挥 公司的几艘岩绳钓船 主要是捕金枪鱼和鱿鱼 最近有同行的渔船 从太平洋回港大修 再忙 朱一峰也要抽时间到船上看看 他特别关心每艘渔船的产量 在茫茫大海上 想要确定渔场的位置 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根据船长记忆中的经验 和历史上的渔场信息 渔船也还是会经常铺工 对于常年漂泊在海上的船员 往往是不小的打击 通过总结教训 渔民也改进了一些捕鱼的方法 因为过去我们渔民 有一句传统的话 叫做分散找渔群 结种捕劳 这个是我们过去 做渔业战线上是某种程度是一个经典的话 但是你仔细去分析 这句话里有带有一定的不确定 甚至于麻木性 以往的经验认为 在海上难以确定渔场的位置 需要把渔船先分散去寻找渔群 等发现渔群了 再把渔船都集中在一起进行捕捞 这样做会取得最大的效益 然而朱一峰觉得 分散找渔的过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我老师在想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比较精确度的 就是找渔船 比较很能够精确度的找到一具渔船 我始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在朱一峰的这台电脑上 可以看到来自卫星提供的 全球船舶的实时位置数据 海洋的风向和洋流数据 海洋分层水温数据 在几年前 他就开始通过分析数据 来判断海里哪个区域最有可能形成渔场 然后可以远程遥控渔船进行实验 我现在要验证 这个气候 这个环境对这个渔船的关系 我马上在海上可以钓一条船去探浦 去试验 朱一峰的想法行得通吗 验证的机会终于来了 新世纪二号游鱼钓船 计划要赶到传统的高产量渔船 正在渔船中作业的四五艘船 每天都保持很高的产量 但是到达渔船 需要进行七天航程的长距离转场 那么当时我们按照图给他分析 这个剧屏图可能已经正与营成满长时间了 下一步可能会变化 那么当时我们想法叫他不要长距离跑 可以选择近一点的距离跑 结果他认为他在这边抓一吨两吨 那边他抓七吨要采量下场很多 那他就往那边 当新世纪二号船跑到一半航程的时候 朱一峰从系统中发现渔场的海洋数据 发生了变化 通知船长不要再赶往渔场了 但是船长和渔场中作业的渔船 再次核实产量后 还是决定继续赶往渔场 再跑十二个小时 以后他主动打上来了 他说那边告诉他了 没了 那么正应当时水温图 证明这个是验证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没有了他怎么办呢 已经四天跑下来了 跑过去又没了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找 找比较适合的温度聚屏这样子的点 叫他到旁边去一下 第一天抓了二十多吨 第二天第三天也抓了十几吨 通过这次渔船转长的经历 更加印证了朱一峰的想法 可以通过分析海洋数据来寻找渔群的踪迹 这个不是一个传统的渔船 营成鱼的概率也不是很高 偶然的这一块 正好海洋环境对各种渔类都比较适合 那么正好它也没地方去再往这个地方 在去生产的几天也正好有高材的情况 那么这样子也更加验证了 这个海洋环境数据对我们渔业上是直接相关的 每次得到卫星摇杆数据之后 朱一峰一般会花上几天的时间去分析 然后结合自己多年捕鱼经验 推测渔场行程的位置 再派渔船去探捕 终于摸索出金枪鱼和鱿鱼聚集的海洋环境 通过两年来看 金枪鱼的它对水温的聚贫比较敏感 鱿鱼的它对高度的聚贫比较敏感 高度的聚贫我们渔民也就是说冷暖水窝 那么水温的聚贫就是凤线205跟拉尼纳线下这个依据 所以各种鱼类它对于各种东西的参数 可能去研究的对象不一样 国家海洋卫星中心的卫星摇杆数据 上海海洋大学建立的渔场与海洋环境算法 船舶的实时位置数据 这个系统中还有一个对于渔民来说最重要的捕鱼经验 在历史上 有星的船长都会根据时间 位置 产量 来记录传统渔场的信息 所有这些数据在系统中都会被结合使用 大的海洋环境变化的时候 对这个环境数据也有变化 去年的数据到今年不一定可用了 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 我们结合海洋卫星海洋环境的数据 再把这个渔民的生产具体经验下结合起来 这样子两方面数据结合起来 这个使造渔船的命中率会更加高 每周 朱一峰会将船位图 水温图 表面具品等数据 发送到正在海洋中作业渔船上 船长会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推测渔场的位置 进行金枪鱼调捕 每周发回报表上的捕鱼产量 都是对预测结果的一次检验 从这些报表上 朱一峰又增添了一份信心 重回八号船 他上一周只抓了18吨 那再对上去一周也抓了18吨 他抓得很好 每一周能够抓上8吨就能够保本了 理想的产量使得海上的船长们改变了传统的理念 都积极地通过最新的海洋数据 作为判断渔场的依据 朱一峰也很愿意将海洋渔业捕捞系统中的数据信息 分享给自己的同行 我把有关渔船的图经常会发一点到你们船上 你们船上再根据这个图的有关的东西 来确定下一步我怎么去找 找了以后你把有关信息再返回 一年两年 因为要靠长期的这个资料 阶约越阶约多 今后我们判断会越准确 现在 朱一峰和上海海洋大学的陈兴军教授 希望可以建立一套大数据捕鱼的算法模型 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 自动分析预测出哪里有鱼可捕 并且再把每一次捕鱼的数据反馈和系统 让系统自己可以学习 计算机去算这个工作量确实确实很大 能够引进人工智能 今后就简单了 这个二十多年的数据 我就交给人工智能去算好了 它可能算出来会更加准确了 后台叫它能够把这个智能的程序 给它设计的更加科学 这个可能今后路也不会很长 由于工作的关系 朱一峰这几十年在海上结交了很多朋友 渔船的作业 运输 博给 维修 都会通过朋友的关系 人系经过附近的船只直接在海上解决 在茫茫大海上的这种需求 又给了朱一峰一个新的启发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大数据把它整合一下 可以建立一个海上淘宝 所有的生产交易过程 在海上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 都可以把它做好 大数据把人类的联系 从陆地扩展到海洋 太空 甚至更加遥远的未知宇宙 我们在探索未知领域的时候 任何环境中存在的数据 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必要因素 数据也会成为驱动创新的动力 大数据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变化 它实际上是我们对于跨领域关联 海量溢构的这些数据 通过深度分析所得到的对商业模式 生活方式 观念形态 科学范式等等 一切颠覆性变化的总和 这种总和才是我们讲的大数据时代 云计算 移动操作系统 万物互联网 大数据 我们生活的地球早已经被零和一唤醒 扩展的视野和思维的变革 促使人类进化的历程 增加了一种新的变量 当数据拥有了计算的能力 当数据会赋予算法的力量 当数据开始帮助机器学习 一个新的物种运运而生